嗨,大家好,我是Kim Law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来自 沙拉叶古今,马来西亚的Marcus 欢迎Marcus Hello,我是来自这个马来西亚的Marcus 原先我的职业是一名厨师 对,然后因为疫情的问题 对,然后就生意不好 所以我现在已经转到这个 建筑行业 是的 谢谢Marcus今天抽空来做我们的七天计划的反堂 我想请问你,你的健康上面有遇见什么问题 或者身体上有遇见什么问题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小时候到现在 基本上我的体重它是像那个过山车这样 就是讲讲过山车就是它肥的时候它就上着去 然后在一段时间有控制有什么它就下来 然后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 然后就从中学到现在大概也是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然后现在体重也是一直上着 然后就是有一次 我在就是我把我的那个生意收掉 从这个西马回来 那时候我是已经packing好回来了 但是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刻 我的 luggage 拉的时候 哇,一个不小心 因为体重太大只 一个不小心 拉一下 那个腰直接闪到 整个人不能走 不能走,完全不能走 通到 然后我的女朋友就扶我 然后他就把那个 luggage全部缸完 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肥胖而造成 它已经 我的身体已经不能够承受了 对 所以就是行动方面也是很不方便 对,是很不方便 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拉到这个 你没有尝试过 你完全就是不知道 它是那种痛到 让你 躺在床上 你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你要起身 你也是 你根本不能起身 你上个厕所都很麻烦 那 你参加这个七天计划过后 是不是有解决了你这些问题 有 现在是这样 我原本 对这个七天计划 不是很了解 OK 那 从我回来之后 我就想说 好,我要把我的这个 体重 健康 这些全部要跟他做一个 很好的计划 来跟他 把他全部做好来 改变好来 好了,那时候 其实也接触过蛮多 不一样的这种计划 然后就还在 其实还在纠结 要拿哪一种计划的时候 我女朋友就很简单 他就来 来,我这边 直接有一个七天的这个计划 你不用想这么多 我已经把你安排好了 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听话照做就是 对,你照着做就好了 我就说,哈 已经安排好了 好,那我就说好了 既然我女朋友 就已经都安排好了 我就去把整个东西 就是跟他来 我们去 跟这种流程 对,去执行 因为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也是要把他身体健康 要把全部的东西做好 那我们就直接 来,Let's go 七天,反正七天了 一个星期 眼睛盖一盖 哎,星期一,星期天完了 对 是,真正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就七天计划过后 对,他七天之后是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很臃肿 对,很臃肿 然后就是 第二点就是说 我整个人其实 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肥胖 肥胖 基本上你不能做什么活动 你一下子就觉得很累 然后你看那个 就比如说 像现在我跟你讲话 你可能觉得我像zombie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很像整个人 混混饿饿这样 就是做之前的你 就是很累 对,对,对 基本上就像你去上班 你坐在那边 老板就觉得你好像在钓鱼 在打磕睡还是什么 这样子 对,然后之后 其实在这七天计划里面呢 第一,改善很多的是精神 精神上 对,为什么 因为睡眠品质变得更好 对,睡眠品质 对,因为晚上 像之前太过肥胖的原因 可能造成的这个睡眠不是很好 可能半夜会起来 上厕所啦 就是睡眠会很浅 就觉得可能 而且会很那种 像身体其实是 睡觉 但是你的mind 对,对,对 所以就造成你隔天 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精神 虽然好像睡了八个钟 直起来好像睡了四个钟左右 这样而已的感觉 或者更少 对,或者更少 对,就是 第一,精神改变了 精神 第二呢,很好的 这个七年计划改变我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 对,就是我之前说到这个腰伤 对,那改善之后 因为我的整个的那个 body的那个 immune system 全部会变得更好 然后再加上体重也下去了 体重下多少呢 我做这个七天计划 第一次的时候 有差不多 八个kg 你说第一次 第一次做七天计划少了八个公斤 对,八个公斤 基本上一天一kg 对,那是第一次 那我 就是有做了差不多两次到三次 那它前后差不多有十四个kg 所以就是我们就说三次 你前后一共加起来 总共减 对,对,对 差不多十四公斤 对,对,对 哇,哇,哇,好棒,好棒 就比如说像下一个气球 然后它有点现在比较 比较那个瘦的比较 比较瘦一点 就是一个 烫的那个Markus 现在变成一个比较瘦的Markus 比较小 对,对,对 那所以你刚才说了 解决你的睡眠问题 对 就是精神比较好 对 然后解决你的就是瘦下来的问题 解决你拉伤的问题 对,拉伤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基本上来讲就是之前有去院学的时候 它是说那个血压方面 以我现在的年龄层是属于比较偏高的 血压偏高 对,血压偏高 那在这个七天计划之后呢 再去检查的时候它是属于回复到比较这个正常水平 对,就是大概百二八十 就是在最正常的 之前是可以跑到大概一百四十 然后一百四十一百左右这样子 然后心跳也是很快 对,心跳大概每次它的那个在一百左右 对,所以之后会比较回到比较这个正常的水平 对,你那时候参加这个七天计划的时候 是你一听到有这个七天计划你就直接参加 还是有什么东西有让你耽误了 没有让你更早的参加这个计划了吗 其实也还好也没有什么阻碍 因为就像我刚才之前有提到的就是说 我其实在基本上我是有好几个选项 或者是我要以往的方式 那就是我的女朋友她已经有看过很多见证 对,很多见证 对,然后就想说这个东西对我一定是非常的好 所以她就直接就是说你也不用想太多 那你就我已经帮你安排了这个计划 你就跟这个计划做反正七天 你就去跟她真正去把它做完 那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对,那你那时候做这个七天计划之前 你带的是什么心态 什么心情来进行的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因为已经安排好了吗 对,那我想说好,那反正七天 你讲长也不长,讲短也不短 那七天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很discipline的 所以七天我一下子去我就是直接就是 OK,计划说要怎么做,我们就是怎么做 就是计划怎么做 我们照着做的事 对,就是跟着 OK,就是everything follow the plan 跟着做就对了 那我想请问你那时候做这个七天计划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在做吗 还是有一班人跟你一起做 还是有人带着你做吗 这个问题还是这样 它也可以算是一个人做 也可以算是一个team在做 OK,对,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第一,它是大家一起做 但是你没有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方做 对,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七天计划 你可以约一般人一起 朋友或者是亲戚朋友 或者是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 只要对这个计划有兴趣 你都可以一起去做 但是那计划上呢 它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那做什么的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去安排 对,所以七天里面可以大家一起做 但是你也可以是individual 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一起也可以说是大家 OK,所以你可以是一起 又类似像自己在做 可是又好像有一班人在跟你一起做 对,然后就是说 我们会有那个 现在很方便嘛 有group check有什么 那大家就会OK 七天计划就会每一天的那个 大家做完了每一天的功课 放在这个群组大家一起交流 我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在群组可以交流一下 就是说这个计划方面 我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拿捏不准 或者是我的时间怎么样 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感觉 分享出来 然后就会有一班人跟你说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前辈 他已经遇过这样的问题了 他就会把他们的东西跟我们分享 是的 所以因为有这个群组的鼓励 一个环境 所以就让大家都有跟这种动力 对 而会比较positive 大家都比较positive 然后有互相鼓励怎么样 是吗 是的,没错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team 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有 有那种就是大家他就比较前辈 他有很多经验了 然后他会 哦,大家那就 不然我们来一个跟着这个计划 来一个竞赛也是 就是这样 哦,有一个比赛 对对对 好,那谁跟着这个计划做得最好 效果出来最好 就有奖品以此类推 所以在做这个七天计划当中 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 我们有一般人在做 也是有一种竞赛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让大家有个动力去做 对对对 他就其实就是像把东西生活化 把你的东西生活化 把七天计划生活化 对,把生活化 然后在这生活化的当儿 你加入一些这个竞赛 让你这个原本很枯燥法味的东西 又多了一层的这个 这个讲讲比较more attractive 对对对 大家做的都比较有动力 是的 我想知道 假如有机会 让你跟 有机会跟以前的你来说两句话 你会说些什么 我会说些什么 我是觉得 预防胜移治疗吧 我觉得 就是说不要当到事情发生 我们才去想办法补救 就好比说像我已经健康出现问题了 你才想办法去补救 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也可以接受到很多方面的知识 对 从这个互联网我们也知道 第一如果你身体肥胖 第二如果你的这个 脂肪还是什么过高 其实是很容易造成很多这样的疾病 对然后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医疗的这个费用 其实是很高的 那为了不要去烦恼这些问题 那我就觉得 我要把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这个健康 跟他先预防先 跟他做好 你刚刚说 你会跟之前的你说 预防身体治疗 是不是说你之前的 Marcus 是对这个健康是不注重的 就是 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以我来说 我是觉得 我知道这些问题 那我就觉得 就以前的Marcus 是知道有这个问题 知道肥胖可以带来很多这种 不好的问题 那就觉得 哎呀应该 不会这么快 应该不会是我 不会是我 所以当你觉得 那时候 你在我在机场 闪到腰 好彩是我的女朋友 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子 我又走都走 走不到那个 进到那个飞机里面去 对 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 原来 就是 原来是这么严重 所以就是 要跟以前的Marcus 说 要 预防肾与治疗 对 对 那就是 意思是说 你会跟 有异样问题的你 也是说 同样的话吗 对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身体已经 不健康 或者是你已经有这样的Mindset 你就要去 赶快把它实行 拥有一个健康的 这个Life style 会 比较 好过你之后去烦恼 好的 那我想问Marcus 你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吗 就比如说 你会不会再继续在做这七天计划 怎么样 有 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这个七天计划 然后把这个 身体的那个 健康指数 健康指数 再把它 因为我现在虽然讲是已经瘦了14公斤 但是 脂肪方面还是蛮多的 所以还需要继续在这个加油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说你想要 减了多少脂肪或者多少的体重呢 那个 如果是以我自己的那个 目标的话 是希望再 两位数 因为我现在还是三位数嘛 所以就是到大概95公斤这样 所以你意思说你就是 你的目标就要瘦到剩下95公斤左右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那个成绩 然后希望你能够达到你 再用这个七天计划来达到你的目标 是 然后我很期待 以后将来再来访问你 达到目标之后再来访问你 可以没有问题 谢谢马克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